还有这个是房子不想要被法拍 屋主竟然就说闹鬼了 这是在新店山区有一个法拍屋 屋主疑似不甘被法拍 他竟然就说 曾经听过这个房子有灵异事件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自己根本没有遇过 还有法院调查也就发现 说这边的社区没有火警 也没有非自然死亡的案件 我们也实际去采访这边的住户 他说就在这里住了三年 环境很清幽 也没有听过灵异传闻 浅喀瑟外墙 位在新店山区的电梯大楼 有二楼户遭到法拍 但屋主竟在笔录上说 曾听过社区有发生灵异事件 但自己没遇过 从法院一查 根本没有非自然的死亡 或者是火警意外 疑似是因为屋主不甘被法拍 还不错啊 就很安静 没什么车子这样子 传门吧蛮安静的 对啊 住起来感觉没有问题 您自己住多久了 三年了 同栋的住户对于居住环境很满意 虽然距离市区骑车大约要十分钟 但附近还有公车可以搭 而且环境也很清幽 实际来到新店的这栋法拍屋 可以发现它的位置就在半山腰的地方 等于说你一出门就会被群山缭绕 而且空气非常清新 只是该社区平均行情单价约8到10万元 而这次法拍的物件总价约186万 但在去年有二楼户交易总价也只要135万元 因此法拍价其实并不低 但如果有投资客想当包租工 专家分析出租的投报率也可以到4% 而且这边房价其实很便宜 就是比起其他像经商或者是新店市区来讲的话 这边房价其实是还蛮价格上面是比较亲民的 应该是10万到12万之间而已 对 看物况如果物况好一点的话 有些可能可以卖到14万15万 建议民众挑选法拍屋时还是要多停看厅 实际走一趟赏屋才能找到理想的房子 东森财经新闻 小竹科华明星北报道 小竹科华明星北报道 小竹科华明星北报an 文括 小竹科华明星北报道 小竹科华明星北报道 间ť는小竹科华明星北报道